嗨,大家好,我是溜溜 2022年我也用了不少德彩妝品 那我這次就想要跟你們分享的是 我在今年度所用到我覺得還不錯的產品 不一定是新品啦 總之都是我在今年度所使用的產品 想要分享給你們 那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吧 首先我們先從底妝類別開始 第一個的話就先介紹妝前乳 這款是來自ELF家的 Acne Fighting Puffy Primer 它算是痘痘肌膚也適用的妝前產品 他們叫Puffy Primer可以算是一個明星商品 針對像毛孔的填補效果是非常非常的厲害 那它這一款是針對於痘痘肌膚設計 所以它裡面的成分也跟其他的不一樣 裡面的話是有含水洋酸 主要就是抑制痘痘還有粉刺的生成 另外裡面還有一個成分是鑫 就是針對像是皮膚的修護 還有抗氧化抗發炎等等的 另外裡面還有一個成分是高齡塗 主要就是針對像是皮膚會出油的一些症狀 去達到一些抑制的功效 雖然它是這種持妝 然後填補毛孔類型的產品 但是我覺得它的保濕度還是有的 跟他們家其他的Puffy Primer 比起來的話我覺得它這一款 痘痘肌的這一款算是比較保濕的 然後用起來也不會有那種悶悶厚厚的感覺 對於後續上底妝的一些服貼程度也是有幫助的 接下來的話是一款保濕類型的面霜 是來自於紅地球的貼貼霜 因為很多人的膚況到冬天 真的就是乾到不行 甚至是有那種翻起來的膠質層 你們會有那種狀況嗎? 你沒有上粉底的時候其實看不出來 可是你只要在很乾很乾的膚況一上粉底 我跟你講那個粉底看起來斑駁到不行 整個卡粉 然後你的那個膠質層就可以看得出來 卡著一堆粉底在上面 那個時候你的皮膚真的是 狀況很難再去把妝上的很服貼 那貼貼霜裡面它是有含很多辣為基底的成分 所以在乾冷的天氣 或者是遇到那種非常乾燥的皮膚的話 它是可以把你的翻起來的一些膠質層 給它達到一個撫平貼平的一些狀態 所以它這個瓶也叫做貼貼霜 然後像我這邊的圖片的話 你會看到說 如果有半邊沒上半邊有上的話 有上的那一邊它的妝效就是比較服貼的 一整天的那個妝效維持的看起來保濕感 也會比沒有上的那邊看起來不足夠 那粉底的話 這次只有推薦一瓶就是SUKU的精彩燕澤粉底液 它算是貴婦等級的粉底 所以它的單價也是比較高的 如果你要以那種比如說遊戲的位置 去定位這款粉底的話 它就算是那種排位很高的 那種輔助型選手 因為它就是可以默默的輸出 讓你的妝感看起來變得很美 同時它也可以輔助其他的一些底妝產品 讓妝效變得更漂亮 遮瑕度的話 如果你是薄擦 它的遮瑕度不會到超級高 但你只要默默的這樣子 一點一點的疊加上去 它的遮瑕度會變高之外 同時也不會厚粉的感受 它這一款的粉質非常的細 然後裡面有很多的美容精華 所以它也可以讓你的底妝 上完之後是非常的服貼 也能夠讓一些乾燥有細紋的區塊 紋路不要那麼明顯 而且如果你把它拿去 跟一些很乾燥的粉底去混合的話 它出來的妝效 會更漂亮更好看 如果要推薦敷況的話 除了那種超級超級油的膚況的話 其他的膚況我都還蠻推薦的 那我接下來介紹一下平價的產品好了 這一款遮瑕的話 是來自於 Makeup Revolution 的 Conceal and Define 遮瑕 它是一個英國的平價彩妝品牌 那我之前在倫敦讀書的時候 也很常買他們家的彩妝 但現在你要買的話 不需要再找代購了 台灣的話 你就直接在蝦皮啊 或者是康世美 其實都可以買到他們的產品 其實在歐美那邊很多人會把它跟一款遮瑕做比較 也就是這個 Tarte Shape Tape 算是蠻有名的一款遮瑕 我這個是他們的一個小容量的包裝 但我個人覺得 他們兩個其實不太相像 因為Tarte Shape Tape 它的這個質地是比較厚的 如果擦到皮膚上面 然後沉磨乾掉之後 它是很難位移的那種質地 我反而覺得 它會比較像Laure Mercier這一款 液狀的遮瑕 那種很輕薄好推的質地 然後你可以慢慢的堆疊那些遮瑕度 這一支遮瑕 它是Made in Taiwan的 所以難怪可以伸出這種評價 然後品質又好的遮瑕產品 那我接下來要介紹的眼妝產品 我覺得也是蠻特別的 它是來自於Misha的 No Retouch Lash Correcting Mascara 它不是一般的睫毛膏 它裡面的這個質地是那種透明的膠狀 它主要的功用就是要修正你 睫毛毛流的走向 或者是讓你的毛流變粗的一個產品 那我這邊說的變粗 不是像一般的那種 睫毛膏 它是裡面有纖維 或者是那種黑色的膠體 讓它整根變粗 它不是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是一款 睫毛用的髮膠產品 像我有時候也會做假睫毛嘛 你想要整理一下 把那個睫毛變成樹感比較明顯 就是最後再刷上一層 然後你自己再拿小镊子這樣子 一束一束把它黏起來 它的那個毛流感就看起來非常明顯 然後戴起來就像現在流行的那種 韓國女團的一束一束的假睫毛 接下來的眼妝產品 它也不是來自於那種日常款式的 這一款是完美日記的蝴蝶盤 你光看這盤的外表就有點浮誇夢幻的感覺 那主要因為顏色關係啊 這盤我也沒有帶我非常常使用 但是有時候我要畫一些特殊的妝容的話 我就還蠻常會把它帶出去的 主要是它這盤裡面的珠光色 我覺得表現得蠻不錯的 像是它裡面有很細緻的這種敷金色 另外還有這種特殊的偏光色 還有這種透明底的這種金鑽色 總之就是你要畫一些特殊妝容的話 你只要用它這種亮片點綴在一些局部的位置 就會看起來很有氛圍感 所以這一盤的話 我就會推薦給很喜歡玩彩妝的人 我們接下來要介紹的是腮紅修容的部分 首先腮紅的話 我要介紹這個是LB的光感柔滑腮紅 這個牌子它是日本的開架品牌 雖然它的這個品項不多 但是每個品項其實都蠻好用的 像它有名的產品就是那個眼線膠臂 那這塊腮紅它其實也出了好一陣子 我覺得沒有什麼人討論 主要的原因就是它的外型可能 非常陽春吧 就是這麼的樸實無華 蠻有塑料感的 那雖然這個裡面很陽春 但是它還是附了一支小刷子 然後我覺得這個小刷子的刷毛還蠻不錯 還算柔軟 那大家說腮紅要好 不外乎就是那種 顏色漂亮 還有要你的粉質細緻 另外一點就是你要上到臉上之後 它跟你肌膚的融合度是很好的 我覺得LB這款腮紅 它是有達到這些效果 所以不能說你只看這種外型 看起來很無聊很普通 就去否定一個產品 你還是要試過之後 才知道這款產品好不好 那修容的話 我來介紹給你們的是 橘朵的這款高光修容盤 雖然我是今年的雙十一才買的 但我覺得還是很值得分享給你們 我買的這款它是二號色 我覺得它的顏色調的很漂亮 它這個灰色的灰調 針對修鼻影 還有這邊是外輪廓的顏色 調的都非常自然 它的提亮色的話 也有分像是珠光 還有這種霧面類型的提亮色 珠光的感覺就是這種 波光淋漓的效果 所以對於你的臉上 有一些凹陷 或者是你想要修容 達到自然的效果 這一塊我就很推薦給你們 那唇彩的話 我也只有介紹一支 就是這個 愛杜莎的東京清紋染唇膏 我其實蠻少推薦唇膏的 但是這一款的質地 我是真的蠻喜歡的 它雖然是霧面 但是不會很死霧的那種狀效 是那種微微 類有那種斷光的光澤感 擦到嘴巴上面 也沒有傳統的霧面唇膏 會有乾縮的感覺 在嘴上其實蠻舒服的 有點像護唇膏的質地 就算你來回的塗抹 後擦 它也不會悶悶厚厚的感覺 那我手上這兩個顏色都超好看的 酒紅橘這個顏色 它其實就是乾燥玫瑰色 你薄薄的擦 它就是MLBD唇 就很像你自己的唇色 但是又更好看一點 如果你是厚圖的話 它就是很有氣質 那種乾燥玫瑰色調 那這個拿鐵橘的話 你薄擦一樣是很有氣色的一個裸唇色 但如果你是厚圖的話 它就是比較秋冬氛圍感覺 帶有一點栗子啊 橘棕色調的氛圍 會有一點復古感在裡面 那我最後一個想要跟你們分享的是 包養品 那這一罐的話 是我在夏天開始用起的 這個是Propsey Morocco的 仙人長子超能量精髓油 我會喜歡它的原因啊 主要是因為它的這個修護效果很好 它這一瓶裡面啊 是100%的這個 摩洛哥的仙人長子油 像我是混合偏乾的肌膚嘛 我到了冬天啊 也就是最近 真的變超乾的浮況 甚至會有很多一些脫皮啊 然後到一些皮膚還會刺刺痛痛的那種感覺 像這個時候 你皮膚是有傷口的狀況 你就很適合用一些有滋潤度的產品 同時 它的成分不要太複雜 那像現任張子油裡面 富含像是維生素E 還有一些植物固醇 所以在修護你皮膚的同時啊 它也會舒緩一些皮膚不適的症狀 像我在最近啊 皮膚真的是乾到刺痛 我就會厚厚的敷一層上去 然後你隔天起床之後 乾乾刺痛的感覺消失之外 然後你皮膚變很柔軟 然後你後續上妝也真的會變得很服貼 以上就是這一次在2022年度 我分享給你們我愛用的產品嘛 那你們有沒有一些 也想要分享給大家的產品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哦 那喜歡這部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還有分享 下次再見了 拜拜